上个星期五被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 还有寻衅滋事罪两项罪名 正式起诉的中国维权律师普志强 他在今天上午会见了他的代表律师 莫绍平与尚宝君 那么会面的情况如何 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邀请莫绍平律师来为我们说明有关情况 莫律师您好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 我们知道普志强已经收到了他的起诉书 他对他被起诉的两项罪名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是这样呢 王浩今天上午呢 我和尚某军律师呢 去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普志强 那么当然我们首先是向他核实一下 他是否收到了起诉书 那么他说呢 他是在18号的下午 王浩呢正式呢 收到了法院送来的这个起诉书 这是第一个 他确实已经收到了 第二呢 就是说他本身对起诉书 指控他的两项罪名 他的基本的态度 这样吧 也就是说 如果仍然是认为 我涉嫌的这两项罪 主要是我写的 现在就是十余条微博了 因为他这个微博的这个罪里面减少了一个罪 准确的讲现在可能就是十八条微博 十八条微博里面有两条 涉及到煽动民族仇恨罪 有十六条 是涉及到所谓寻性滋事罪 那么作为普世家来讲呢 他说 我对呢就是说 以我的微博 我写过数千条的微博 从这里面挑出这么十几条微博 往后来指控我涉嫌这两个罪 我仍然认为呢 是不等成立的 也就是说他不认罪 那么至于就是说 我这微博里面有些言辞非常激烈 甚至有的是比较粗鲁 那么他为此呢 他说那我愿意承认 我愿意道歉 如果涉及到谁 我愿意道歉 我也愿意就此承认错误 归纳他的一个基本态度 对启子叔叔的基本态度 他就是认错 就说有些措辞 有些这个用词吧 是比较尖刻 比较粗鲁 他是对此呢 他是认错的 但是不认罪 这就是普通上的 基本的一个态度 是 莫律师 我们还想请教的 普志强律师 他知不知道他的外甥女 屈正宏律师 已经取保获释的消息 那么他认为当局 为什么在整个案子上 仍然锁定他一个人呢 这个是这样 就是准确的就是知道 他的外甥女 屈正宏律师被取保候审的 那是我们正式告诉他的 就是说屈正宏呢 已经是被取保候审的 当然他有所猜测 因为他看到起诉书里面呢 实际上这个与曲正宏 当时是相关的 所谓涉嫌非法获取公民 个人信息这个罪呢 已经没有了 所以他确实也有一定的猜测 说是不是曲正宏这个 这个就被取保了 是不是被放了 这样我们准确的告诉他 确实是18号晚上 被取保不审的 是 那么莫律师您说对不起 当然了就是说对本身这个罪 涉及到曲正宏这个罪 当然这个罪 涉及到他 那么对他来讲呢 就从法律角度来讲呢 就是说是 本身这个罪就已经是了结了 也就是不存在了 因为检察也没有起诉这个罪 对扑治强 那当然对曲正宏来讲呢 就说他现在仍然处于 一种取保候审的状态 并不是说案件 对曲正宏来讲呢 已经了结 因为取保候审呢 按中国法律的规定 并不停止 所以那曲正宏这个 他也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当然在12日之内 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决定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说 也许那么检察机关仍然认为 他构成犯罪 那么可能还是会起诉 所以他曲正宏 对曲正宏来讲 他的案件并没有了结 他还面临着两种可能 是 莫律师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 左右时间 我们还是很关心 朴志强律师的案子 就是很多人把他称为 这个案子是一个 打压律师权利 打压言论自由的一个 非常极端的案例 如果今天当局 真的将朴志强定罪判刑了 您认为这说明了 中国司法 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应该是这样 朴志强的案子来讲呢 我的基本的观点是什么呢 朴志强这个案子 他的主要不在于事实问题 他的案子的关键 主要不是事实问题 因为是很清楚 现在比如说这两个罪 就是涉及到18条 他所写微博 这个朴志强这个案子 现在起诉过去 他主要的关键是 在于法律试用 事实很简单很清楚 但是呢 就是这个事实 是公民犯罪 还是公民正常的言论 表达自由 这是这个案件的关键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莫绍平律师 抽空接受我们 美国精英的访问 感谢您